干货却拿走,开店就赚钱,大家好,我是评论方老师 今天教大家做蝉筒早餐菜盒 一天期间,咱们动手跟我做美食 在家吃好喝好,提高免疫力,身体健康,就是贡献 两斤面粉,四克白糖,五克酵母 搅拌均匀 一定要把糖和面粉以及酵母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风刺加入,560克风水边加边搅拌 今天我教大家的是发面菜盒 放凉后也是染的,老人小孩吃容易消化健康 睡家晚,搅到里面没干面粉丝 然后用手挤压,这个面比较软 串串团的面,里面没有干面粉,没有干面疙瘩 做到盆光,手光,然后拿出 揉到面光,把面一定要揉透揉光 面揉成这种程度,光光的,然后封闭 醒面,20分钟 醒面的同时,我们开始调选 调选要用到一个小料油 小茴香5克,花椒3克,桂皮3克,八角3克 香蕾2克,炒过一个,记者一定要炸开 然后加入温水泡湿 为什么要用温水泡湿呢? 炸到时候,避免炸糊 300克多油,凉油一下 我们刚才泡湿的香料 用小火慢慢炸,炸的时候不停反动 让香料的香味充分,净透到油里去 炸到香料微黄死,赶紧离火 倒入碗中 加盖蒙凉,这样香料的香味更足 接下来调馅儿 今天我们用到的确实,韭菜,风条,豆腐 加入我们放凉的香料油 调入盐 搅拌均匀 这个调料比较简单,主要是为保持食材本身的香味 记着,这个风条要提前泡发好 剁碎后,师兄 我们调这个楦,为什么先加油后加盐呢? 先加入油,把菜裹住 然后再加入盐 这样菜才不容易出水 菜楦调好后,接下来我们制作菜函 洗好的面,我们先搓开 然后刷成油 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取一个面剂子,压开 刷刷 开始包 捏的之后,尽量不要把菜露出来 捏死,捏好,把口收好 这样,一个菜盒就包着完成 其他的,以此类腿上旋,开始包 包好后,收口 这样,我们一个菜盒就制作完成 包好的菜盒,精致形发两分钟 形发好的菜盒,我们来一个 然后,用两手,轻轻压开 压的之后,要发力均匀,以防止压迫 下油锅,煎 煎的时候,油温掌控在160度左右 煎到一面金黄死,翻面 煎到两面金黄出锅 其他的,以此类腿 还是一样,炸到两面金黄出锅 这样,我们的菜盒制作完成 放凉以后,你看,软软的,特别松软 切开 切开,你看,皮薄,菜主,颜色特别碧绿 最后,我们回顾总结一下做好菜盒的两个要点 一,做这个菜盒 面不敢发旺了 面发旺之后,没有韧性 做的时候,容易破皮 二,煎的时候,一定要掌控好油温 如果油温过低 煎不熟,容易加深 油温过高呢 砸糊了 而且,皮和发硬 今天的教学就在这里 大家一起动手跟我做美食 在家成为美食达人 出门,成功创业当老板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更多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